泰国军方否认是曼谷市中心炸弹爆炸案的幕后策划者 目的是要为继续实施军阀管制找借口 警方正追捕至少两名涉及爆炸案的嫌犯 曼谷市中心游客和当地居民最爱光顾的鲜罗百利工商场 星期天传出爆炸声 打破了首都持续了九个月相对的平静 这也是自去年五月军人政变以来 军方首次的挑战 泰国警方说 放置炸弹者的目的是要制造恐慌 炸弹爆炸案发生在前首相英勒 被近五年不能从政之际 令人怀疑是英勒的支持者干的 不过也有传言指出 爆炸案是军方为了不解除军阀管制而暗中策划的 警方通过闭露电视已经确认两名同爆炸案有关的嫌犯 军方只干暗着有政治动机